美国要给我国的电动车加百分之百的关税 这能是真的吗 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那美国无异于自绝于整个世界 它终将被电动车时代所淘汰 近些年来电动车时代终于到来了 尤其是四月上半月 我国电动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% 相关机构预测说 2024年全球能卖出超过2000万辆电动车 而这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产能在我国 咱们这么庞大的产能确实让老美担忧了 所以最近传出消息来说 拜登总统很有可能在近期签署法案 进一步大幅提升中国输美电动车的关税 大家知道吗 实际上今天我国如果要往美国卖电动车的话 就会被征收超过25%的关税 而这一次呢 消息传来说 拜登有可能一下子把关税从25%调整成超过100% 这么高的关税 那当然等于就是拒绝中国电动车出口到美国 但是它这样的打压对我们有影响吗 实际上没有多少影响 为什么 以往我们在跟大家讲中国电动车出口的时候 总是不提北美市场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本身就已经利了25%的关税 使得今天在整个北美市场上 本来就没有多少中国电动车出售 而如果你加了100%的关税 那当然更没法卖车了 表面上看这对中国厂商不是个好事 咱们失掉了北美这个巨大的市场 但实际上大家仔细想想 难道这对美国老百姓是个好事吗 他们不能买到物美驾人的中国电动车 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消费者呀 尤其是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啊 中国今天是全球工业制造的价格挖地 从电子产品到手机电脑再到汽车轮船 通通是我们的造价最低 我们的价格最低 因此我们才能大量的出口 这对他国消费者来讲是个好事 可是如果美国要预百分之百的高关税 那么无异于美国不想让自己的老百姓 享受到如此便宜的电动车 而且当别的国家电动车迅速发展之时 美国这样操作无异于拉高本国发展电动车的成本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 当特斯拉在美国举步维艰之时 是我们拉了他一把 我们让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在一年之内建成 使得特斯拉摆脱了产能的噩梦 而美系车到今天为止 在我国还有超过7%的市场份额 我们是张开怀抱拥抱美国车的 可是美国市场却要用高关税拒绝中国车 那么他们不担心美系车未来也遭到打压吗 尤其是当全球各大市场都可以享受到廉价的中国车 而电动车产能大爆发之时 美国还要搞超过100%的关税 那么恐怕未来电动车在美国的发展 就真的举步维艰了